大家好,其實剛才我看得來的人當中 大家的,應該說背景都不太一樣 有些大學生,有些社會人士,有些羊羊羊這樣 那跟我原來預期的對象就是有很大的落差 那所以我就不曉得我跟都會分享的東西 是不是各位能夠聽到的一個部分 不過我覺得呢,剛好來面對不見得是老師的這些夥伴 我覺得那反而好像更好 那就讓更多人知道我們老師到底在做什麼 我們在人權教育的這一塊,我們到底在做什麼 那我一定要跟各位講,我只是個老師 我不是個烈士,我也不是個英雄 我也不能夠做什麼樣的事 但是我們真的每天就默默的在做一些事 在做一些事 我每一年都帶國三的學生,帶一批 每年畢業再帶一批 一年帶個七個班,八個班,十個班的這樣帶 那我就一直把我的理念一直慢慢慢慢的給它擴出去 那我就蹲在我的教室裡面 那慢慢的跟他們去做這樣的一個分享 那我想既然在座的不是那麼多的老師 我就把我的教案放在最後十分鐘再講 那我前面呢,就稍微講一下說 那我們平常 我們怎麼去把一個人權教育把它放進來 那以我自己是國中的公民老師來講 我先介紹一下這樣好了 因為有人那個雲青跟我說 希望我稍微介紹一下這個團體是什麼東西 那其實啊,人權教育喔 它大概在民國87年左右 它就被教育部列為是所謂的重大議題 那重大議題呢,它就告訴中小學老師說 你們必須把這個重大議題呢 透過學校的教育把它教導給小朋友 那但是問題就出來了啊 這個重大議題它並不是一門科目 它只是議題 它就跟性別平等一樣 就跟什麼海洋教育一樣 它希望呢,我們融入在各個領域當中去做 那但是融入領域當中去做 如果老師們不做 所謂的融入就會變成了融嘛 融合的融就會變成融化的融 然後融進去之後 你在國語文看不到 你在數學看不到 你在自然看不到 什麼都看不到 那所以呢,大概在民國97年的時候 你看啊,從87年說它是重大議題喔 就這麼一陣子過後 那當然啊,89年那時候 陳水扁中後 含那個人權立國 那一段時間的確做了很多的事 也就搞了一個什麼人權教育委員會 可是你們也都知道嘛 這個政黨之間的惡鬥 有時候會因為反對而反對 跟人權也沒關係 然後他就說了,你這個委員會都沒有法源依據耶 所以到民國90幾年的時候 這個委員會就只能夠叫做什麼 諮詢小組之類的 那當然如果沒有一個明目的話 它推起來會比較困擾一點 所以其實呢,在89年到90年到91年 那一段時間其實有很努力的推過一段時間 那聽說台北那邊的很多老師都很死命的在推 但是推到後來好像力道又減緩了 那力道的減緩之後呢 又覺得仗不太行 所以到了民國97年的時候 1月這個團隊出現了 教育部呢,就在中央呢 就成立一個課程跟教學的指導諮詢小組 那只有中央有那個小組 它那個小組人很多嗎? 沒有,就是一個教授搭配一個助理 那剛開始央團老師聽說只有一個人 不是聽說那時候真的是只有一個人 然後到了隔年,央團老師變兩個人 所以那個小組到底多少人? 主要負責人就這些人 然後會搭配一些教授來當諮詢委員 可是教授們平常都很忙 所以這個小組其實很薄弱 他們就覺得這樣不行 那所以除了中央這樣子做之外呢 在97學年度 我們的學年度是從8月1號開始嘛 他們就說了 就鼓勵各個縣市去成立所謂的 那個人權教育議題的輔導團 那97學年度一講 就從97學年度的下學期 就是98年的2月1日開始 那全國的各個縣市就開始成立了 人權教育的輔導團 那所以現在站為一個人權教育的組織 就是中央有課程與教學輔導諮詢團隊 那我現在今年進去當中央團的老師 那之前我一直在嘉義市的地方團 我從98年2月1號成立的時候 專輔就是由我來推動 那我們現在就是中央有這個團隊 帶領的地方的那些團隊 去做一些人權教育的推動 那所以我們會把這些訊息 有一些相關可用的東西 一些媒產一些概念 都給地方上的老師 那希望地方上的老師呢 就可以放到自己的教學去做 那接下來我把這個講完之後呢 我想我先稍微講一下 那通常像以我來講我都怎麼辦 我是一個國中的公民老師 那所以呢我國中公民課 其實我們不可能一整節課都來談人權 那其實事實上國中公民課本 你整本來翻整本都是人權 所以國中公民課沒有什麼人權融入的問題 只有時間不夠的問題 那所以呢我們該上的課還是要上啊 還是要計測還是要考試啊 那所以說呢我通常就是上課的時候 學生好像看到我就好像看到報紙一樣 不會讓你們看清楚 我是讀書的 跟他說最多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不會去談誰用 跟誰暗戀了怎麼怎麼做 好這是今年的事 現在還是九月對不對 那不曉得大家前幾天有沒有看過這張照片 那這張照片是什麼呢 這是一個社區 那這個社區呢就是 有一個叫做瑞聯社區 那這個瑞聯社區呢 他就在他們社區的門口就掛了一個白布條 他們反對外勞建築 那這個故事呢 其實就是發生在九月十七號那時候 那這個科技工資 那當然就聘外勞嘛 聘外勞進來之後就租了一個透天簇 要讓外勞建築住在那邊當宿舍 可是這些外勞才住來不到一周耶 這些外勞什麼事都還沒做 然後呢有超過一千個社區居民就連署說 我們會趕走非勞 那大家不曉得看到了什麼 我就會去跟學員講那你看到了什麼 好那今天來的如果是梅雨老師耶 會去趕走嗎 一定沒事就去他家門口畫一畫 啊Hello Hi You 練習嘛對不對 啊外勞耶 尤其那個外勞是非勞 好我們的感受是怎樣這樣子 不曉得他會不會做什麼 說會不會偷我們家東西啊怎樣怎樣之類的 好請問當你有這個想法的時候那叫什麼 簡單那叫歧視 好我們家伴老師曾經講過一句話 什麼叫歧視 歧視是什麼 就是你對他 你對這個族群或對這種人有偏見 你對他本身帶著偏見 你只有有色人種 我們也是有色人種 我在英國住過四年 人家一直覺得 我是什麼人啊 怎麼 就是一步就覺得 你們亞洲人 其實歐洲人 歐洲人美洲人 其實在某個程度上是還蠻 蠻討厭我們這些人 不知道為什麼 然後呢 他們也是奇色 他們也覺得我們是有色人種 可是我們看人造 我們也覺得人家是有色人種 我們可能對他有偏見 這種人可能比較容易會偷 比較容易怎樣 比較容易怎樣 你對他有偏見之後呢 你就加上對他的差別代率 這兩個東西加起來 就叫做歧視 差別代率本身沒有不好 但是你加上了歧視 那就不好 那所以呢 其實也不是每個台灣人都這麼糟 我相信各位也不見得會這樣想 那有一些不願聚名的陳先生就在講說 前一陣子大家不是一直在講嗎 一大堆跑到澳洲去 什麼遊學打工啊 什麼什麼的 我們就要生氣說 幹嘛去MING給他當二等公務啊 可是那陳先生說 我們有立場說別人嗎 那其實這種東西其實就是 我剛剛講的嘛 就這個月才剛發生的事 我們再久一點點 我們來談那個外勞這個部分 因為我的時間具有30分鐘 所以不要看了啦 因為我都會讓學生看一段 因為學生都好愛看這種東西 不曉得怎麼搞 他們怎麼都沒在看新聞 那我簡單講一下好了 這個是一個怎麼樣的新聞 我通常都會點進去 就可以看當休的新聞媒體 我大概講一下 這是發生在2010年 這件事情讓我們轟動全世界 國內外 大家都知道有台灣人 因為台灣進來會歧視人家 會逼人家吃豬肉 很多國家都覺得 這不可思議 你怎麼去做這種事情喔 那我們為什麼去做這種事情呢 因為有個老闆娘 他就叫他那個伊斯蘭教的那個印尼 的那個家務工 那就跟他講說 你為了要有點力氣工作 所以你一定要吃豬肉 你有沒有覺得這是什麼道理啊 為什麼有力氣工作一定要吃豬肉 可是問題出現了 回照圖吃不吃豬肉 不吃 他們根本就是覺得豬肉 是一個不節的動物 他們不吃的 那不吃你就說 啊吃一點有什麼關係 欸那不是吃一點吃兩點 有什麼關係的問題 而是那是他的信仰 那我們不是說 每個人都應該有信仰的自由嗎 你有信仰的自由 你也有不信仰的自由 就這麼簡單 那你要去尊重對方 那你強迫人家一定要吃 你就給他開除 你就給他扣薪水 所以這個老闆就會怎樣 因為這件事情 他就觸犯了所謂的強制罪 就是被判了 被判了那個八個月的復刑 所以這個部分呢 其實也是我們日常生活就判得到的 好再把時間推久一點好了 美國89年的時候 這個葉勇志這個少年 葉勇志有什麼錯 他沒有什麼錯 他只不過是行為舉止不像正常的男生 我不曉得在座這麼多的男生 誰是正常的男生 那正常的男生應該怎樣 果敢堅強 應該要穿那個T 然後露出結實的那個胸膛 不哭怎樣喔 很有勇氣 是不是 葉勇志就不是這樣的人 他就是行為舉止是比較柔性的 那比較柔性之後呢 他面臨到什麼樣的問題 他竟然被人家帶去脫褲子面臨真身耶 那這種事情最常發生在男側 所以葉勇志實在是有點受不了 他就跟老師說 以後我可不可以上課 隨時上課時候去上 我可不可以下課前五分鐘去上 老師都說OK 可是這件事情就發生了 在89年4月20號那一天 那他那時候已經念讀三了 然後呢 他也是一樣五分鐘之後要下課 所以就趕快先去上廁所 免得下課又遇到一大堆男生 那他去上廁所的時候 也不知道到底發生什麼事 然後因為他撞到了頭部 頭顱出血 那因為延誤舊因爲沒有人知道 大家知道他去上廁所 可是他剛倒下去那一下那 有沒有人在那附近就沒有 他如果是下課去上 是不是很容易會被發現 可是因為他是上課去上 所以其實當他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不是說有誰害死了他 而是說這些事情會導致他需要 上課的時候去上廁所 當他發生事情的時候 我們都來不及救他 那所以啊 人權到底是什麼 那這個各位我們就不用再多講 因為沒有那麼多時間 那為什麼要教人權 我超喜歡這一段話 那個Martin他就說了一句話 他說啊 起初納粹黨人在追上共產主義者 我又不是共產主義者 關我什麼事 他們說話 KIDIA 你KIDIA 不關我的事 接下來他們去追殺公務會成員 我也不是公務會成員 我去抓法 不關我的事 然後他們去追殺社會主義者 一樣不關我的事 我也不講話 追殺猶太人 我一樣不說話 最後他們分享我來了 請問我都不替別人說話 有沒有誰會為我說話 不會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我們今天要去談人權教育 那怎麼去融入 其實我可能就會去介紹一些 相關的一些美財 那有一些廣告 那剛剛那一邊呢 其實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再聯絡 我們可以再分享那沒關係 因為很多東西 我都會透過一些 一些小段的語音啊 一些可愛的廣告 那一些有趣的一些東西 可是卻帶出了一些人權的一些相關的議題 那我剛剛就是大約先解析一下說 我平常我們都是怎麼做 我們就是上課的時候 可能分享一段時事 那帶入一些感覺 好讓同學去發揮去思考 那也會辦一些活動之類的 那像今天我要介紹這個東西 叫做世界人權日 各位不知道知不知道 每年的什麼時候是世界人權日 答案就在上面 答案就在上面 答案就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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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沒有選 好 到後面 對不起 我沒有搞笑 今年的世界人權日 每年都一樣 就是12月 10號 那其實 12月10號是世界人權日 那我都會鼓勵現場的很多老師說 如果你平常真的沒有辦法實施人權的話 那就在世界人權日之前 就來做一個主題式的一個教學 那所以我們每年央團呢 都會去製作一個很簡單 可以從小一用到國中三年級的一種小的PPT 那可能run個十幾分鐘 讓大家有點概念 那就至少有點人權的概念 然後有一些小小的行動 那這樣的案子 我們做到今年已經做到第三年了 那第三年的這個案子呢 就由我來做 所以我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這一次做的一個教案 那這個教案其實 我已經有在學校找兩個國三的班級去實施過了 我覺得還不錯 我們來分享一下 那今年我們的重點是要談說 看見不一樣的需求 那其實我們常常會用很主觀的觀念去看事情 我們常常忘了從別人的角度去看 那所以呢 很多不一樣的人都有不一樣的需求 沒被滿足到的時候 通常我們都是算的 可是我們佳川老師希望我們大家 去當一個公平的發聲筒 把這個訴求把它講出來 我們來幫別人說說全力 不要什麼都不說 那所以我們今年的重點 就是要談所謂的公平 那我就會問小朋友說 什麼叫公平 那我可以問現場的大朋友 你們覺得什麼叫公平嗎 謝謝 多數尊重小數 蛤? 多數尊重小數 多數尊重小數 好還有嗎 以我最近的 我不認同您的意見 但我適時捍衛您發言的權益 咦? 公平耶 我不認同你的意見 這是我捍衛 你好像還沒有從剛才的那段影片寫過 就是一個公平的 也是啦 就算有發言 就是說 他可以去 我尊重您 有發言的一份 yes 好 每個人都有權利 生來的人道 的人道 相同事件 相同對待 相同的事件 相同的對待 還有嗎 有時候 每個人出生就有不同的起保點 有些人他是殘障 你需要給他更多的機會 對不對 每個人有不同的需要 所以他是不是講到了不一樣的對待 也許不是齊頭式的那一種對待 但是每個人的需要都需要被尊重啊 對 對 我說的不是那一種 其實就是 就是相同事件我會一直說 同樣的事情 你不可以對A這樣 對B 我懂他意思 他意思是說兩個的條件是一樣的 不可以大小一點 不要大小一點 對 其實他談到的就有點類似像 這過去這麼多年來 我們從很多國際上的數據看得到 這個婦女跟男生從事勞動的比例 其實婦女沒有少很多 可是婦女所擁有的財產支配權 其實相對之下是多還是少 是少的 那即使像現在 我都會跟學姻講說 民法都已經說了喔 男的女的都有繼承權喔 一模一樣喔 那真的我們台灣的女生 都公平的繼承到了爸爸的財產嗎 或是說為什麼不可以跟母性 為什麼一定要跟父性下來 這個已經可以 不是聽說是確定可以協調的啦 我的意思是說像繼承財產 那個也協調過說OK啦 大家都有繼承權啦 我們都有去算王永慶過世的時候 這個錢要怎麼分 我們上課都算過了 但是還是看到一些數據 為什麼我們法院上面真正申請 拋棄繼權的女生比男生多很多 在場的女生可以回答我嗎 因為你也不愛錢 為什麼那個數字會這樣 傳統的觀念下 傳統的觀念下 所以女生自己就認為她一定要拋棄 是子女的女生自己認為還是 在乎別人的眼光 在乎別人的眼光 那還有沒有呢 其實我聽到的有一些狀況 其實我身旁周遭我也真的聽過 有的爸爸媽媽就明白的告訴自己的子女們 等那些女生們說 阿姨阿妳不要跟妳阿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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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她就放棄就好了 那女兒咧 是是是是 那學生都會跟我說 沒關係阿她生前妳跟她說是阿 死了之後照樣去爭阿 所以妳真的會做這種事嗎 妳會死去的長輩做這種事嗎 妳答應了妳就會做 那真的喔 我們真的看到數據 那些數據都跑到我們的模擬考的題目裡面去 真的真的 我真的在檢討考驗的時候講到這一段了 我真的超喜歡那一題的 我就覺得說很不錯 他就有去提到一些東西 那其實講到公平喔 我們可能變了三天三夜 我們大家都還在這裡 那沒關係 因為我們是針對國中校 所以我們講的公平的概念 會比較簡單一點點 其實喔 小孩子最喜歡說 阿哥妳一個我一個 妳車要批多 他們都說同意同意同意 我說好那在這張呢 這麼大聲的吃幾隻 這麼大聲的也吃幾隻 這樣公平對不對 學生說 嗯 不對喔 怪怪的喔 我們在挑戰學生什麼叫公平 好 那我就會再問一次 那好啦 那從現在開始 你又覺得什麼是公平 二代健保公平嗎 欸 這個都可以值得討論 每個人都認為對自己 你都可以看看 每個人都是為自己的權益在發生啊 認為對自己不有利就不公平啊 對 都是自私自利的啊 對 可是其實 其實我們要去思考的一個部分是說 到底 從哪個角度去看 那怎樣的照顧才真的叫公平 那還有我們要追求的 到底是怎樣的公平 就像很多人都認為說 這個補助營養午餐應該全面補助 有的人認為要排付條款 那其實他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考量 那這個真的再討論下去 我們還是一樣 我討論不完 那我還是先跟各位先 再把先拿run一邊 我 因為這對國中小 我們就問他說 心血一樣多就公平嗎 小朋友說 不會啊 那個爸爸都回來抱怨 說他們家表現都沒有在做 都跟他們一樣一樣 心水 我說 好啊不然我們分數都一樣高公公平 有睡的沒睡的 有交作業沒交作業 全部都打85分 那後面那些同學說 公平 公平 前面的同學說 不行不行不行 那他有我也有就叫公平了嘛 所以這些東西 其實都一直在挑戰小朋友的概念 那所以啊 我只是要強調一件事 都一樣就公平了嘛 小朋友其實透過那前面那幾張 他就說 沒有沒有喔 他其實會有一些差距 那怎樣才能維護公平 那你看到不公平的時候 你該怎麼辦 不是你會怎麼辦 是你該怎麼辦 那所以呢 我們都是希望每一 公平的社會 每一個人都能夠有適合自己的需求 有自己的資源 那當然我們就先舉幾個簡單的例子 因為所有的例子是舉不完的啦 我們只是舉簡單幾個 我就例如公共電話的高度一樣 很方便 使用真的很公平嗎 那請問對寫不方便 小孩都會說 殘障的啦 那個個子小的啦 小學生啊都不方便 那我就會問他們說 那這樣有沒有好一點點 那一天我在分享這個東西的時候 有一個老師事後就衝過來 那個老師是女老師 但是他的個頭大概 那我這麼多 我跟他是好朋友 他就跑過來跟我講說 欸你這樣不行啦 你不可以說 因為你人個子長這樣 你看到的都是這個啦 那咬咪要怎樣 那229公分一樣 卡一個電話給他出來了 然後這樣卡 這樣也很可能 欸我其實我覺得 我這個PPT我達到效果了 我達到效果了 因為我看到這樣 我告訴你 然後你看到那樣 那我們加起來不是我們全部都看到了嗎 那所以其實 我這個PPT我不是要告訴你 我做的多完美 其實都不是 我只是要告訴你 我看到了什麼 我引發你 讓你去看到了你看到了什麼 那也是一樣的道理 時間關係我就弄快一點 那這樣有沒有好一點 那所以在問他們 那到底什麼叫公平 那老師你好煩 我怎麼一直在衝撞我們這個東西 因為我自己認為 建構式的那個知識 其實是比較穩健的 不是說我告訴你 公平叫什麼來背寫啊 明天默寫 出了一個字 超死便了 超死便了 我覺得那麼有意義 我一直衝撞你的概念 衝撞到後來 你得到的那個東西 或許你會記得比較清楚一點 所以衝撞到現在的時候 我就跟他想說 公平就是平等的對待 那問題又來了 然後平等就是這樣 平等其實是合理的差別待遇 就像我剛剛講的一樣 我們去年的主軸叫做 林奇思 那林奇思 我剛剛講啦 奇思是什麼 奇思是偏見 加上差別待遇嘛 那所以差別待遇 本身是不好的東西嗎 你只要是合理的差別待遇 那才是對的東西 像我們學校有 所謂的旗幟班 我們都不叫旗幟班 我們叫寶貝班 那我們對寶貝班的要求 跟對普通班要求 會不會一樣 不行嘛 我們只要要求是一樣的時候 例如說寶貝班在那邊會綁鞋帶 你說好棒 那你也會綁鞋帶 我說哇你也好棒 我好像在侮辱你一樣 所以就說 你侮辱我喔 我四五次我就綁得很好了 當然不能夠這樣 所以其實 合理的差別待遇 其實才叫真正的平等 好啦 那所以我就要同學去看 那你旁邊的人 到底有沒有去注意到 公平的這個概念呢 所以這個整個PVD 只在講公平跟平等而已 那我可能會很快的帶一下說 世界人權宣言有三十條 其中有三條都講到平等 那憲法也有講到 那這個地方 我們國中可能會多講 國小我就會建議 建議他們就是很快瞄過就算了 那我要他們去思考一個問題說 那有沒有人跟你有不一樣的需求 去想一想 好 那例如說這張圖 我們去公園算 我說我進不去耶 可以的 要想什麼 可以的 那你就想說我都拍戲沒想到 設這東西讓人家進不去 其實是為了機車對不對 那但是有沒有為了限制他 順便限制了推入你的自由 就是他也不能繼續享受 老人啊 殘障啊 都不能夠進去 不好意思 我一直換電腦 整個跑掉了齁 就知道就好 然後紅燈型 綠燈型 可是我看不到 我該怎麼辦 好 那小朋友就跟我講說 老師台北有些路段 真的有 像我那次就是坐車到那個 正南樓基金會的時候 我從那個捷運站下來 要到過去你們那個基金會的時候 那個地方我還特別留在那邊一直拍照 去研究 什麼南北上 什麼蟲蟻鳥叫聲 什麼什麼之類的 那或許對他們就會好用一點點 我以前當過市場輔導人 被老師要求要當盲人當一天 而且一定要出去逛街 我真是超折磨的 我突然這樣遠遠的跟著我 然後我就帶著 我這樣 然後這樣 然後我過馬路的時候 那時候在台南 在台南大學旁邊 根本就沒有那什麼 蟲蟻鳥叫聲 你知道我靠什麼嗎 我靠摩托車 我那摩托車是這樣子的齁 然後我也不知道 紅燈還綠燈 我就在那邊想 我大腦就要過 一直在那邊想 旁邊的摩托車本來有點小聲 後來到某個時候 開始發現一台一台的 嗯嗯嗯 然後突然很多台都 嗯嗯嗯嗯 然後突然我這把蟲都不見了 然後我想啊 那這麼綠燈 那好 我是用這種方式過馬路的 那但是其實我覺得 幹嘛這麼悲慘啊齁 現在的摩托車已經不這樣了 它會隨時這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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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已經搞不清楚是哪一間了齁 好 那你有沒有覺得這張圖有點 真的有多才這樣撥到 然後咧 你有沒有覺得這個名 這個人實在有趣 那有人才能撥到 欸不是 那有人才能撥到這樣做 哈哈 啊躲到這裡 啊這裡 放棄了 啊你要怎麼上去 好 那好了 我都跟學員講 這種不合理的東西 其實你平常有沒有看到 學員說 欸有欸我好像在哪 你曾經看過欸 我說你有沒有怎樣 我都是罵兩句然後我就走了 就是這樣 跟我們大人一樣 攤開報紙 喝咖啡吃蛋糕的時候 發現天啊 怎麼會發生這麼悲慘的事 好悲慘喔 喝一口翻過去 哎呀這個好好玩喔 好怎樣這樣 好就過去了 我們可不可以停下來 做一滴滴的事情呢 你看像這個 這個真的很多年了 不是嗎 對 政府說我很公平啊 這十件這十件啊 啊問題 就是需求不一樣嘛 那你是永遠這樣排嘛 所以 就像你跟熱笑的對策啊 先生男朋友們 就掩護自己的老婆 跟那個 就到那邊去方便 其實 何必這樣子呢 就改就好啦 那還有沒有人被不公平的對待 好 可以去思考一下 那這樣對他們公平嗎 好 那 我們可不可以做點手 那 我會跟學員講 其實重點不是他是誰 重點是他講的這段話 我很喜歡 他說啊 服侍人權 其實從哪裡開始 自己家門口的小地方開始 然後咧 每個男人女人小孩 都在尋求公平平等的機會 對 我們都在尋求 可是我們在哪裡求 我坐在這裡等嗎 好 艾琳娜羅斯福說 我們要從個人周遭發出 適當的公民行動 我們可能不用去做很激烈的事情 好 我們可能只是去講一下 去幫忙做一下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公民行動 其實就有可能 在廣大世界讓他越推越多了 好 那因為這個世界 我總認為一定要有人先看到 他去做了 多付出才變得更美好 就像剛才我們花了一個小時 你看 鄭南柔先生的那一段 是不是他看到了 他挺身而出 他願意多去做 雖然他老婆留著 小孩留著 父母親留著 那但是他就是願意多去做 那其實言論自由 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有沒有改變很多 其實是有一定的成長 那還等什麼呢 每年都有12月10號 今年就來做做看 我們就開始吧 那因為是博中生 博小生他不懂怎麼做 所以我會給他一些步驟 第一個步驟 你總要先看到 你要先去察覺 所以你要上完課之後 你要去看 戴著這樣的眼鏡到處去看 看到你看到什麼樣的需求 那有沒有哪一些人 被不公平的對待 有老人嗎 前幾天各位不知道 有沒有看到一個新聞 還蠻感人的 就有一個太太啊 她其實摩托車上 載著自己年幼的小女孩 然後就騎摩托車 然後那個路很多 很多車子上 車水馬網的 然後到了路口的時候 所有的車都要往前進 竟然有一個老先生 在那邊慢慢的過馬路 欸那個太太竟然做了一件事 她不管現在是綠燈 她直接把車子給踩下來 就踩在路中間 然後她就帶著她的小女孩 慢慢牽下來 到前面去 把那個老先生扶到對街 再走回來 摩托車騎走 那這整段畫面 被她後面的那台車的那個 行車紀錄機拍到 其實都沒有人去講到 那個行車紀錄機的那個駕駛 提供這段影片 可是我真的覺得 那個駕駛也很不錯 她一定是停在後面 擋住後面的車來撞她嘛 她才拍得到那一段嘛 不過我就覺得看得真的很感動 因為那個太太她看到了老人的需求 那請問小孩有沒有什麼需求 時間關係我講快一點 婦女呢 殘障的人有沒有一些不公平的對待 那我舉了一個學校的例子 其實在學校滿常看到這種東西 它是一個殘障廁所 無障礙廁所 可是因為可能這個學校設計的時候 沒有工具間就被掛滿了這些 我就跟學生講說 你有沒有發現這個殘障人好辛苦喔 他終於哇 突然就在這裡的時候 還要先打掃 他才可以上個廁所 那這個真的叫無障礙廁所嗎 是充滿障礙的廁所 那萬一你看到類似這樣的案子 你可以怎麼辦 你可以去思考啊 那你可以怎麼做 像你剛剛看到那個案子 你看到那個公園被擋住了 你看到廁所被這樣使用了 你看到什麼什麼什麼這樣發生 你可以怎麼辦 你要去想啊 我可以怎樣 你可以有幾個步驟嗎 第一個 那你就直接去幫忙 你看像那個太太 就直接下車幫忙她過去 這是一種方式 那你幫忙把那個殘障廁所收拾乾淨 OK 是一種方式 那你如果覺得說這樣幫不勝幫 那怎麼辦 那我就寫信啊 去給相關的單位嘛 這是一種方式 那你說我小小小老百姓我去寫 有誰理我嗎 那那個一人一姓不是還蠻有趣的嗎 大家都去跟誰 都去跟他說這個事情 難道他會不重視嗎 那當然因為是學生 學生最喜歡意氣用事 喔要來寫 要來沒好怕 我們自己都來 那所以我們就會 要求他要注意這些東西 那所以第三個步驟 第一個步驟你先看到 第二個步驟你去想你要怎麼做 那第三個步驟 你就要去行動 你如果決定是用我剛才說的第二種方式 那你就真的去寄明信片 不要嘴巴說說就算了 那你可以準備明信片啦 準備這些東西 那如果是在校內 你甚至不用準備這麼囉嗦的東西 還浪費那個兩塊 我就準備個紙條 或你打個電話 或你大家去報告 這個都OK 所以這個行動 並不是叫他們非寫明信片不可 只是寫明信片死的方式 那你要查明相關單位 你不要在這邊隨便亂喊一通 沒有辦法解決 主辦的業務人看到需要協助的人 需要協助的事項建議的做法 你把它寄出去 這就是你的行動 那為了怕學生不會寫 我們就寫了一張範例表 親愛的衛生組長你好 我在四樓的女廁看到 無障礙的廁所被當作工具間使用 你看到了什麼 其實這也是在教學生怎麼寫作 簡單的說明 你不要一直被罵半天 我很不爽的 你罵完了呢 然後呢 人家不知道人家生氣什麼啊 這一點意義都沒有 好啦 那這樣一來呢 有需要的同學 誰也需要幫忙 就有需要的同學 我們不要講殘障怎樣 搞不好有人受傷那一天 他也需要做倫理 但是他沒殘障 所以我就想 有需要的同學上廁所會非常不方便 而且不受尊重 你建議他做什麼 組長只會在招會的時候宣導 尋我這是建議做的 那你不要寫秘密信 你就寫上你的名字 好啦 那你知道怎麼做之後 我們就開始吧 這是我們在學校有時候 就是一個15分鐘半小時的 一個融入式的一個教學 就是外掛一個東西進去 因為的12月10日的這個 世界人權日 我們另外放進來的一個東西 好 那因為時間關係 我今天就先跟各位分享到這裡 謝謝各位 謝謝